战斗警报 到达指定空域后 两架歼15战机组成双击编队 锁定目标后导弹发射命中目标 完成打击任务后 多架歼15战机陆续返航 做后续任务准备 编队各单元密切协同 作战舰艇快速机动占领有力阵位 锁定目标实施攻击 这次远海训练呢 我们更加突出的是在战术背景下 复杂环境下的一次训练 舰战机起降的条件要求更加苛刻 协同配合的要求也更加高 在体系和融合上做得更好 作战力量的运用更加成熟灵活 包括指控员发现目标类型 接到指令舰艇编队加速前出 占领补给阵位 与补给舰同速同向航行 我国最新型远洋综合补给舰 茶岗湖舰 采取两横多战同时补给的方式 为编队舰艇进行补给作业 这次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设定科目 进一步锻炼了航母编队全式戴战 随时能战的战斗本领 也锤炼了编队官兵远海作战的 血性胆气 提升了以航母编队为核心的 远海联合作战提起能力 这次是全方位的